日本當局13日表示 正在橫濱旁邊的鑽石公主號上 坐有44人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檢測 令到船上感染總數達到218人 在12日證實的40例新病例當中 包括一名正在鑽石公主號上進行健康檢測的衛生部檢疫官員 該名官員於2月3至4日之間在船上 對乘客和機組人員進行體溫測量並收集健康狀況調查表 日本後生勞動散指該名檢疫人員在工作期間一直有攜帶口罩和手套 並且在接觸每一位乘客之前都會進行消毒 但沒有穿在防護衣和護目鏡 目前日本衛生部證調查船上的健康管理是否存在問題 同時加強對停泊船者的檢查以防病毒進一步傳播 日本衛生部官員認為隨著測試的繼續進行 目前至少有2600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將繼續被隔離在鑽石公主號內 至少要到2月19日才可以解除隔離